奶奶做给孩子吃的35道菜 孙子爱吃到转圈圈 第一道 大家注意看 把吃不完的面条放入锅里煎一煎 出锅就是一道地方特色美食 很多人都没这样做过 也没吃过 锅中油热 放入两毛钱的五花肉 煸炒出它的油脂 加葱姜 蒜 干辣椒 两个八角一起炒出香味 倒入土豆 胡萝卜 豆角 把豆角的水汽炒出来 加料酒 生抽 老抽 蚝油 盐 鸡精 继续翻炒出酱香味 倒入没过豆角的热水 大火烧开后 先盛一碗汤汁出来 再把煎好的面条放进来 淋上之前盛出来的汤汁 扣盖门八分钟 出锅撒点蒜末和葱 翻拌均匀 这时候千万要忍住口水 真的是太香了 就这样做焖面 连我这个不怎么爱吃面条的男方 都能吃一大锅 喜欢的你也回家试试做吧 第二道 以后苦瓜买回来 不要再生炒或者炖汤了 今天分享一个苦瓜新吃法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当年我就是靠着盗菜 得到了我丈母娘的认可 首先把五毛钱苦瓜 均匀地切成小块 把里面的瓜然刮干净 这样就没那么苦了 以苦瓜摆在盘子里 中间放一个鸡蛋黄 放入蒸锅蒸八分钟左右 淋上一勺热油调味 倒入白灼汁 均匀地淋在苦瓜上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三道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把大米倒进滚烫的开水中 煮个半生不熟 再把它捞出来 这道菜很多人没见过 更没吃过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 碗中放蒜末 盐 鸡精 生抽 老抽 少许蚝油 搅拌均匀 油热下两毛钱的五花 肉炒出多余的油脂 再放入八毛钱豆角 和五毛钱土豆 大火煸炒至断生 以后想吃不会做的时候 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翻炒几分钟 更入味 把半生不熟的米饭放进去 先用锅铲压瓶 倒入一小碗清水 再插上密密麻麻的小火 排气扣盖 小火焖上十二分钟 这样做的土豆焖饭 简直太香了 饭菜一锅出 连不爱吃饭的小朋友 都抢着吃 学会了您回家试试做吧 第四道 以后想吃茄子打卤面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方法简单 三碗不够吃 首先把茄子切成小丁丁 加少许盐 腌出多余水分 碗里放生抽 老抽 蚝油 鸡精 白糖豆瓣酱 半碗淀粉水 搅拌均匀 油热下肉末炒出油汁 放入姜蒜末翻炒几下 倒入茄子调好的料汁 翻炒出酱香味 最后加入葱末小米辣 大火收汁 熬至浓稠 淋在煮好的面条上 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五道 秋天干脏 容易上火 妈妈们一定要多做这道汤 给孩子们喝 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有营养 五毛钱的萝卜削去外皮 留着备用 然后先切成片 再切成四 锅中油热 倒入萝卜丝煸炒 萝卜丝炒至断生后 盛出来 另起锅 下入四个鸡蛋 煎至金黄 再用铲子切成均匀的小块 记住了 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 这样汤才会浓白 营养也不会流失 放入炒好的萝卜丝 大火煮四五分钟 调味放盐和胡椒粉 一勺虾皮提鲜 出锅前撒点葱花和枸杞 这样做萝卜丝煎蛋汤 鲜美好喝 一周喝八回都不够 美食自己做 家人吃的才健康 学会了你也做起来吧 第六道 很多朋友在家做炒鸡 都是习惯性焯水 难怪你做的又腥又肠 还咬不动 今天就把好吃的做法 分享给大家 记得收藏保存哦 这种新鲜的鸡肉 是不需要焯水的 以免影响它的口感和鲜味 处理干净后剁成块 直接下锅 开大火煸炒 炒出油脂 吃起来才会更香 然后放八角桂皮 葱姜蒜和干辣椒 继续煸炒出香味 接着加生抽老抽 蚝油少许盐和白糖 继续煸炒至上色后 加一碗清水后盖 大火烧开后 改小火煮十分钟 放入毛豆 再煮五分钟 在大火收萌汤汁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毛豆炒鸡 比饭店还好吃 有时间你一定要试一下 第七道 把猪肉放酱油中泡三天 这才是猪肉最好吃的做法 这是一道即将失传的经典老菜 很多人都没见过 更没有试过 首先准备两条五花肉 先用白酒给它清洗一遍 千万别用水洗 那样容易滋生细菌 也容易变质 白酒有杀毒消毒的作用 而且吃起来会更香 碗中放两大勺生抽 少许老抽 一块老冰糖 两个八角一小段 桂皮两片 香叶一片白纸少许 花椒几个干辣椒老生姜来几片 然后倒入锅中 把料水煮开 再用小火煮五分钟 然后关火冷却 再把冷却好的料汁倒入五花肉中 按压紧时 让五花肉浸泡在料汁中 封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两天 两天后再给它翻个面 这样能使肉更好的入味 然后再封好冷藏一天 三天之后就可以取出来 系上绳子 拿到太阳底下晒上三天 这是晒了三天的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放上葱姜 上锅蒸四十分钟 时间到 满屋子都是香味 我忍不住直流口水 还是来一块吧 吃起来肥而不腻 肥瘦相间 喜欢的坐起来吧 第八道 我告诉你 以后把白菜买回来 不要总是吵着生 今天这个做法 你一定没吃过 而且更好吃 切好的白菜 收入大碗中 倒入长浆水 清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 加入少许盐 用我的其中一双手 抓拌均匀 腌制二十八分钟 碗里打一个蛋 搅拌均匀 白菜杀出多余的水分后 切记千万别去用水清洗 只需要挤干水分 装入碗中 放蒜片小米辣 少许葱段 一勺辣椒面 再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一勺生抽 一勺白糖 少许蚝油 再次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枪斑大白菜 清脆爽口 好吃又下饭 学会了 记得安排做祭酒到 只要天气一变了 我就会给家人 做一锅 地道的东北酸菜 炖大棒骨 汤鲜肉嫩 全家都非常爱吃 花二十买了四斤的棒骨 冷水下锅煮出血沫 捞出冲洗干净 重新下去 锅中放葱姜 八角 干辣椒 料酒 去腥后盖 小火炖六十分钟 吃的时候用猪油把酸菜中的水汽炒干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调味再放盐 鸡精 胡椒粉 继续炖二十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酸菜炖大棒骨 汤鲜肉嫩 全家都非常爱吃 地时道 洋葱炒鸡蛋很多人都喜欢吃 可是在切洋葱的时候总是辣眼睛 今天教你一个小技巧 切洋葱再也不会流泪了 首先清水中放一勺盐 少许白醋 搅匀化开 把洋葱一切两半 放入盐水中泡上十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洋葱的辛辣味 锅中油热 先倒入四个鸡蛋液 快速地划散炒开 盛出备用 然后倒入切好的洋葱丝 快速地炒至断生 再倒入炒熟的鸡蛋 加盐鸡精 生抽 蚝油调味 大火快速地炒至入味 出锅前再放入小葱翻炒两下 这样做的洋葱炒蛋鲜香又下饭 洋葱还没有辛辣味 第十一道 您还不知道吗 把冬瓜放锅里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 首先准备一个晶莹剔透的冬瓜 冬瓜不要总是清炒和炖汤了 学会这个做法 一上桌就被抢光光 切好的冬瓜加少许 杀出它的水分 肉馅里加姜葱花 盐胡椒粉 一勺生抽和淀粉 用左手抓拌均匀 这时碗里打入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 这时候冬瓜也杀出水分变软了 像我这样卷起来 然后放入肉馅 填满鸭石 沿着盘摆成一个花开富贵的造型 有条件的再打入一个五股鸡蛋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 蒸出来的汤汁都是营养 先留起来备用 接着淋上一勺白灼汁 撒上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一道软嫩鲜香的冬瓜酿肉就做好了 还没吃过的家人 一定要做起来试试 学会了家人都夸你是大厨 方便面放蒸锅里蒸一蒸 竟然变成一道美食 全家人都爱吃方便面 均匀地撒上水 水开即时蒸十分钟 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入方便面干料 酱料包一勺 白糖少许 老抽少许 我家的自来水 然后搅拌均匀 这时候方便面也蒸好了 用筷子把方便面挑开 方便面完全蓬松之后 放入大碗中 倒入一半调好的料汁 让方便面均匀地裹上一层料汁 起锅烧油 倒入三个母鸡蛋 小火慢煎 煎好后 盛出备用 再起锅烧油 倒入葱姜蒜 小火慢慢爆香 倒入准备好的配菜 大火翻炒均匀 再倒入方便面 炒好的鸡蛋 淋上剩下的料汁 继续翻炒 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出锅了 方便面这样做 既简单又好吃 还非常的有营养 喜欢就试试吧 第十三道 这是我爷爷特别爱吃的葱油鸡做法 他说从小吃到现在 83岁了 还没吃 今天分享给你们 准备半只正经的三黄鸡 拿点盐给它里里外外 涂抹均匀 然后放上姜片 水开上汽 蒸18分钟 葱油鸡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灵魂料汁 沙浆洋葱头 热油激发香味 一勺生抽 少许香油 搅拌均匀后 淋在鸡肉上就可以了 鲜香嫩滑 原汁原味 是不是非常鸡蛋 第十四道 零食大鱼大肉吃腻了 你就试试这道 清淡不油腻的白菜豆腐汤 先将白菜一分微软 再切成小块 嫩豆腐也同样改刀成小块 油热倒入三个鸡蛋 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后 一定要倒入101度开水 这是汤色奶白的关键 然后把鸡蛋倒成小块 方便食用 再放入白菜 倒入豆腐放 几片生姜 一勺盐胡椒粉调味 小火孤独两分钟 来点枸杞和香葱断鸡 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了吗 第十五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在家做茄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来 那样做既油腻又麻烦 而且还吃不到原汁原味 首先将茄子里多撒一点盐半 给它腌制十五分钟 腌出水分后 再加清水洗掉多余的盐分 沥干水分后 备用 油热下肉末 小火炒出香味 加葱蒜小米辣 一勺豆瓣酱 煸炒出香味和红油后 加入少许的清水 倒入茄子 鸡精白糖调味 生抽一点点蚝油老抽上色 大火翻炒收浓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茄子简单又行 赶紧去试试 第十六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糖醋排骨到底是直接炖 还是油炸 今天就把技巧分享给你们 切好的排骨 加面 一勺盐用清水浸泡二十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排骨里面的杂质 每天都在分享好吃的美食 油热下排骨 大火煸炒至两面金黄 放葱姜 要想甜 加点盐 一勺冰糖 少许生抽 一勺陈醋 炒至排骨上色 倒入我家自来水 扣盖煮二十分钟 再加半勺糖 半勺陈醋 开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了 撒点白芝麻 这个糖醋排骨你要是学会了 你老婆孩子一定跨地大 第十七道 为什么烤鱼店的烤鱼 那么好吃入味呢 今天教你在家 也能轻松做出烤鱼店的味道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首先在鱼的背部多划上几刀 这样方便入味 加葱姜 胡椒粉 去腥 倒入半罐啤酒 用啤酒腌过的鱼肉 更加的鲜嫩 左手给它抹鱼 腌制十分钟 油热 把鱼轻轻地放入锅中 小火慢慢煎至两面金黄备用 锅留底油 放葱姜蒜 花椒 干辣椒 豆瓣酱 火锅底料 煸炒出香味和红油 倒入剩下的半瓶啤酒 去腥增香 喝我家的自来水 盐鸡精调味 胡椒粉 白糖提鲜 开锅煮一分钟 捞出料渣 放入爱吃的配菜 烫熟捞出 垫在盘底 再把煎好的鱼摆在配菜上 浇上提前熬好的汤汁 撒上自然粉 黑黑的白芝麻 花椒 干辣椒 用热油炸香 淋在鱼上面就可以了 撒点香菜 麻辣鲜香 是不是很简单 第十八道 吃什么都没胃口 老中医让我回家 吃这道青椒炒蛋 你还别说 拌着米饭 感觉米饭都老香了 首先辣椒改刀切成块 锅中油热 倒入鸡蛋 快速地将它划算 炒熟备用 油热放入蒜末和小米辣 煸炒出香味 倒入青椒 加一小勺盐翻炒 直断生 倒入鸡蛋 加上生抽 老抽 蚝油 胡椒粉调味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下饭菜 用来拌面条拌米饭 都非常好吃 第十九道 广东姐姐的拿手菜 正宗地道的 十字蒸排骨 剁好的排骨 放一勺面粉和清水 反复抓洗两分钟 洗出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这样蒸出来的排骨 才不会有腥味 然后我会拿出广式茶餐厅 同样再用的 十字调味酱 倒入排骨中 再放一勺生粉 抓匀 腌制半小时 盘底铺上腐竹 再放上排骨 水开上锅 大火蒸 二十五分钟就做好了 口感软糯 一口一个 真的有点停不下来 第二十道 这个你要是吃上一口 那可就停不下来了 觅食的包菜一批两半 切面处用削皮刀爆成丝 凉水反复冲洗 浸泡几分钟 冰镇好的包菜 沥干水分 沙拉酱浇在上面开吃 冰脆爽口 简直美味 第二十一道 孩子嘴馋麻辣香锅 正好给他试试 这个不辣的做法 酱香浓郁 非常好吃 先处理一下蔬菜 等水开放入丸子和大虾 倒入爱吃的素菜煮至断生 捞出备用 油热把葱姜蒜炒香调味 只需要一袋这个不辣的香锅酱料 炒出酱香味 最后倒入煮熟的蔬菜和大虾丸子 翻炒均匀 撒上一把香菜和芝麻 出锅酱香浓郁 大人小孩都爱吃一二十二道 夏天了树上的菠萝砍两刀 试试这道菠萝咕噜肉 切好的里脊肉 加盐 胡椒粉 料酒 一个蛋黄 适量淀粉抓匀 腌制十分钟 六成油温下锅 炸至八面金黄捞出 番茄酱 一勺白醋 一勺白糖 少许淀粉 加上清水调成料汁 等到油热倒入锅里 小火熬至浓稠 再倒入炸好的里脊肉 菠萝青红椒 大火翻炒均匀出锅 第二十三道 家里孩子在树上摘了这些辣椒 今天做到辣椒酿肉 剪掉根部 然后掏空 将猪肉末 料酒 生抽 老抽 淀粉 双黄蛋 搅拌均匀 调成肉馅 装进辣椒里 切成小段 放进锅里煎 两头煎好 翻炒几下 再来调个料汁 生抽 老抽 淀粉 水 搅拌均匀 淋上酱汁 大火煮开收汁 好吃又下饭 真担心你家米饭不够吃 二十四道 早餐来上一碗 这样的雪菜肉丝面 吃完太舒服了 油热放入肉丝 炒至变色 再下葱姜蒜 干辣椒 雪菜炒香 加入适量开水 下入面 煮三到五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还可以用它 炒冬笋肉丝炒毛豆 米饭放到蛋炒饭里 也香的 第二十五道 咖喱和滑蛋 组成的完美CP 这道咖喱滑蛋饭超简单 浓郁料理 洋葱胡萝卜土豆切块 肥牛焯水备用 油热炒香洋葱 下土豆和胡萝卜 翻炒两分钟 清水慢过食材 上咖喱酱煮至浓稠 放入肥牛再煮两分钟 接着四颗鸡蛋加盐搅散 油热倒入蛋液 小火轻轻搅动至凝固 香味十足的滑蛋 浇上咖喱肥牛酱汁 配饭好绝 第二十六道 每一个男人的浪漫背后 都有这样一碗猪脚面 我经常给老公做 超过水的猪蹄 加上一捆葱 几粒八角 桂皮香叶老姜各来几片 撒上一点冰糖和提前泡好的黄豆 这是十多味大 大半年时间 小火炖煮半个小时 您花点工夫煮分面条 浇上猪蹄汤汁 简直绝了 第二十七道 冬至要吃饺子 不喜欢吃饺子的 就像我这样做 请今天就把我开了二十年饺子馆的经历 首先用开水 将葱姜 花椒 八角泡 肉馅中 加盐 鸡精 白糖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十三香 再打入一个鸡蛋 少许老抽 放点葱姜末 泼上热油 激发香味 一定要用你们的左手 往同一个方向搅拌至粘稠 感觉吃腻了 就加入料水 同样的方法 再重复两遍 这样做的肉馅 加芹菜或香菇 都特别好吃 不管是包包子 还是包饺子 都非常鲜嫩多汁 你还不赶快试试 第28道 很多人在做辣椒油的时候 都是直接在辣椒上泼热油 其实你们都做错了 今天就把五星饭店的方法教给你 首先大碗中加入一勺辣椒片 一勺辣椒面 白芝麻 盐 白糖 胡椒粉 搅拌均匀 加入少许高度白酒 放白酒会增加香度 保存更持久 再加入食用油 这样就不容易炸糊 想要辣椒油香味浓郁 油温六成热 下入姜片香菜洋葱小葱 再下入八角桂皮花椒 炸至焦黄捞出 待到油温270度左右 泼洒在碗里 搅拌均匀后 继续往上面泼油 一定要快 最后将油全部倒在辣椒面上 充分激发出辣椒面的香味 这样做的辣椒油 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 放一年都不会坏 拌凉菜拌面条都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 第29道 剩下的白菜帮别再扔了 像我这样做 清脆爽口 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做法特别简单 先将白菜帮切成筷子粗细的条 热锅冷油 下入五花肉慢慢炒香 炒出油脂 来点蒜片小米辣 继续把香味炒出来 再倒入白菜帮 开大火翻炒均匀炒 至断生调味 放生抽老抽 蚝油盐鸡精 然后再来点韭菜 继续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白菜帮 以后你就这么炒 爽口好吃 学会了又要多吃三碗米饭 第30道 我认为这是金针菇 最好吃的做法 不信你试试 金针菇去根 根不要扔 卷上豆腐皮 碗中加生抽 老抽蚝油 盐胡椒粉 淀粉 长姜水 搅拌均匀 蒜末小米辣爆香 放入金针菇卷 浇上料汁 小火孤炖八分钟 出锅撒葱花 这样做的金针菇 酱香浓郁 比肉还好吃 第31道 很多人把鲁鱼买回去 不是红烧 就是清蒸 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 你肯定没有见过 碗中放姜末蒜末 青红小米辣 淋上热油 激发香味 再放生抽 蚝油 香醋 白糖 鸡精 搅拌均匀后 备用 锅中水开 加一勺盐 倒入半瓶啤酒 这是鲁鱼肉质鲜嫩 还不腥的关键 加几片姜 小火焖煮五分钟 然后捞出来 摆入盘中 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即可 这样做的鲁鱼 不用烧也不用蒸 肉质鲜香滑嫩 快点试试吧 第32道 鸡翅买回家养你 不要总是可乐或者红烧 试一下我这道辣子鸡翅 麻辣香脆 越吃越想吃 切好的鸡翅 加胡椒粉 食盐 料酒 生抽和蚝油 用手抓拌均匀后 再加一勺淀粉 再次抓拌上浆 最后加一勺食用油 腌制20分钟 6成油温下锅 开中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备用 起锅下浆段花椒干辣椒 开小火给它煸香 再倒入鸡翅 加一勺白糖 全程小火翻炒一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鸡翅越吃越香 想吃的时候就做起来吧 第33道 豆腐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 比肉还好吃 首先把比我还老的豆腐 拿你的左手 给它抓得稀巴烂 打入两个鸡蛋 再放葱姜末 盐鸡精 13香胡萝卜 火腿圆芡 半勺生抽 一勺面包糠 多放点面粉 使出你吃奶的力气 把它搅匀 用右手挤出丸子 油温四成热 下入锅里炸至这种金黄色即可 豆腐丸子这样做 如果不好吃 你就拿着豆腐来我家找我 第34道 天气凉了 这道皮蛋豆腐羹 你们可一定要学会 做法特别的简单 只要你会烧开水 就可以很轻松的就能学会 先将比我弟弟还嫩的豆腐 切成丁 水开倒入豆腐皮蛋 火腿丁 加盐鸡精调味 水淀粉勾芡 淋上一个鸡蛋液 等再次烧开后 撒上性感的香菜 再来点麻油 搅拌均匀即可开吃 喜欢的就试试吧 第35道 很多人花甲买回来 直接下锅就炒 那你就大错了 今天做出来的花甲鲜嫩多汁 特别好吃 闭上眼睛都能学会 花甲里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浸泡一个小时 这一根 可以有效的帮助花甲 吐出体内的沙子 锅烧空气 倒入花甲 一勺料酒 去腥增腥 这样煮过的花甲鲜嫩不老 汤汁饱满 煮至全部开口 再捞出备用 这个煮花甲的原汤比较鲜 也留着备用 锅中油热 放葱姜蒜 小米辣炒香 放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炒香 倒入煮花甲的原汤 加盐鸡精 白糖接着淋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 把汤汁收至浓稠 放入花甲 迅速地翻炒均匀 最后放葱段香菜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爆炒花甲 鲜香滑嫩 营养不流失 赶紧去做吧 小米辣椒